豆豆 爸爸问你 你觉得这个爸爸买的新手机好不好看 不好看 为什么 你说 因为感觉它这里拖出来了 而且它这里的颜色还被旁边的不相补 很丑 很丑 是不是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鹏 为了苹果AI和eSIM 包括这次也更新支持了卫星连接 我再次选择购买了港版的iPhone 这台就是刚刚才收到的一个首发港版iPhone 17 Pro 256GB 橙色 也有人称它为爱马仕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它其实是开过风的 并没有原风过来 这点比较遗憾 不过你们就当是原风开箱 我假装再开一次 好嘞 这就来了 开箱 里面的东西其实还是老样子 一根数据线 说明书和手机 这就是它们的全部了 不过万幸的是这个贴纸没动 它的第一次还是给了我 好 来 我们一起揭开这个面纱 这个感觉真好 其实我自己也在银色和橙色之间纠结了好久 最后还是决定选择一个橙色 原因是我本来16Pro 最后就是这个白颜色 想换个比较不那么平淡的 这个虽然现在看着好看 但时间长了是不行的 因为我自己每年都要换新机 所以可以考虑到这个颜色 而白色或者是银色 这种比较耐看的颜色 如果你打算这台机用2到3年的话 其实去买银色是不会错的 如果你还没有决定的话 希望这点可以对你选购颜色有一点启发 不过再怎么选择都改变不了这代Pro的狗皮膏药造型 真心的是丑啊 非常的丑 一台16Pro一台17Pro 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用料材质上 16Pro都好过现在的这个新机 这个铝合金看上去是真廉价 而且这个一体成型的机身和玻璃面板的结合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这个缝隙啊 肯定是有的 也是日后藏污纳垢的一个绝佳地方 现在我就能看得出来它这个缝隙有多大 在重量上16Pro为211.8克 17Pro是216克 稍微重了一点 是这样 那些散热啊 续航什么的 你们应该都已经提前看了各种的媒体机 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我兼容一下影视飓风团队测试的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苹果 它为了压住这个A49Pro的散热啊 机身换成了这个一体成型的铝合金 加上VC散热板以后效果确实不错 但事情往往就这样 有得就有失 铝合金的廉价感和背后玻璃拼接的设计 使得这代Pro系列产品质感不及前代产品 这是否预示着苹果从未了好看的外观 不惜牺牲实用性 到目前以产品功能体验为重点的一个转变呢 其实也不然啊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Air产品线的一个出现 正是苹果把iPhone更加细分的一个开始 Pro系列就真正定位在专业用户 最强的功能和配置 一切呢 以性能优先 好看就交给Air 前卫的设计和质感为首要 颜值为低生产力 而数字版呢 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了 面向大众人群 这样的细分更方便个人群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 策略有点和MacBook产品线一样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激活和资料的转移工作了 关于转移新旧机的资料 这里我也稍微再多说一句 提醒换新机的朋友 如果你使用双机互传的方式转移资料 WiFi无线 它其实是最慢的 有线方式会至少节约你一个小时以上 当然这个不同容量会有差异 另外如果你是Pro系列 它是支持USB3的规格 也就是10GB的一个速度 不过苹果附送的这个线其实是USB2的 也就只有480兆 如果你不是数字版的朋友 因为数字版iPhone只有USB2的接口速度 建议使用支持10GB速度 符合USB3标准的线缆 比如你可以用雷电3或者是4 当然雷电5也可以啊 好 我们一会见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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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OK 我已经传好了 这是苹果屏幕的那个供应商啊 加入了京东方 有消息称了大陆数字版有7成到8成 它是采用了京东方的屏幕 Pro系列是三星或者是LG 海外版没有京东方的屏幕 也就是说京东方 这是仅供大陆版本 我也来查一下 我这台港版的17Pro 到底是哪个品牌的 虽然我个人对此其实并不太在意啊 好 我们连上Mac点击燕气报告 G9n 三星屏幕啊 不知道你们都是用的什么屏幕呢 大家可以把它打在公屏上 分享一下 既然是港版的 当然是要做一些港版有的内容 根据Apple官网最新的支持文档说明 对于香港和澳门购买的iPhone机型 iPhone16e 及更新机型提供卫星连接 也就是说这是港澳版支持卫星通信 不过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未能支持卫星 咱们这个就先放一放 后面我也会带上它出远门 皆是可实地的去测试一下效果 那么再说到这个eSIM 今天呢我就来试一试啊 现在就开始写 看看 到底可以有多少个profile 这里我先下载我的ClaimSIM 重新转移到我的新手机上 点击添加eSIM 重新下载profile就可以使用了 包括geek.gov那张实体卡 我也通过它的App 转成了eSIM写进来 每个运营商的eSIM profile大小都不一样 苹果的eSIM容量大概是900K到一兆大小 就按最大一兆计算的话 如果20KB一个照这样写下去 大概可以写50个左右 另外再多说一句 比如Plan B Uber那些实体eSIM卡 其实是不建议你去把它写满的 可能会爆哦 就好比你电脑容量满了一样 其实这个也只是提示一下 基本上没有人会有那么多号码的 我今天就额外准备了11个 都已经全部写好 好 都写好了 日常切换 只需要在这里点击即可 方便快捷 非常的nice 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非常想确定的 就是是否可以用大陆的eSIM呢 目前是这样的 由于三大运营商 还未正式开启该项业务 待后面正式启动以后 我也会更新视频的内容 拿着港版的iPhone 17 Pro 去三大运营商营业厅实地去测试一下 看是否能够办理 记得关注不迷路 选择港版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就不必多说了 虽然目前来说 苹果的AI还是一坨 不过呢 根据消息报道 苹果即将公布更多的功能 包括现在也新增了 配合iPod的一个AI实时翻译 有兴趣的呢 可以去看看我前面这个内容 都可以点啊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跑个分的 看看16Pro和17Pro 在Geekbench上的表现差异 到底有多少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得分 是否如你所想呢 其他项目 带我实际使用一段时间后 再来和大家汇报 那么今天的港版iPhone17Pro的开箱视频 就到这里了 想知道后续是否可以写大陆号码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不迷路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